2007年12月23日 备受关注的社会保险法草案 在十届人大常委会 第31次会议上被提请审议 社会保险法的起草始于1994年 其草案曾两度上报中共国务院 但都因各方观念和利益冲突 引发激烈争论而未被通过 最新版本的社会保险法草案 是由中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牵头起草 并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 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 2004年9月 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发布了中国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白皮书 首次向大众公开社会保障的政策和状况 白皮书对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是这样定义的 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 社会福利 优福安置 社会救助和住房保障等多个方面 其中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 它包括五大险种 世界各国对社会保障的定义各不相同 但从他们的社会保障实践来看 政府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中最重要的主体 充当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它能否完全履行职责 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和完善 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下面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董科佑教授给社会保障下的定义 社会保障是政府为主体 依据法律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帮助公民在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 或者由于各种原因 生活发生困难的时候 给予物质的帮助 社会保障主要包括社会救济 社会保险 社会福利三大领域 其中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主体 社会保障制度 关乎百姓的生老病死 涉及千家万户的经济权益 在今天透视中国的民生系列节目中 著名经济学家何清莲女士 将从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三个方面 为我们解析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真实状况 这位保障系统实际上就是三大保险 一个是养老保险 一个是失业保险 还有一个就是医疗保险 按照西方国家的通行标准 就是国家应该承担本国国民的社会福利 因为他们是纳税人 养老保险就是做到牢有属养 医疗保险就是做到病有属一 好 那么失业保险就是做到你没有工作的时候 你也能够按照低标准抚养你一家的人口 那目前中国这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状况是什么样的呢 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 是单位福利制度 就是一个人的福利 退休 医疗 还有住房 子女受教育 都跟这个单位本身的性质很有关系 如果是一个很大的国云工厂 比如二气 一气 还有石油化工啊 这样的单位基本上就是一个工业城 那么它里面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 甚至医院 大学都有 这叫做是企业办福利 那么后来中国进行企业改革以后呢 就觉得企业办福利压力太大 所以就开始把这些包袱就慢慢甩出来了 90年代中后期 朱镕基的改革就是改革这几大福利制度开始 但是呢 福利制度你不以这种形式给人民 你就得以另外一种形式给 那么中国的问题在哪里呢 取消了旧的以后 新的呢 又没有有效运转 有的就是有命无实 以养老保险为例吧 原来是由单位里面支付退休工资 现在单位不支付了 这些人呢就得参加社会保险的养老保险 按照中国的制度 养老保险有三块构成 一块是政府补贴 还有一块就是企业按照你的工资 还有工资还有等等等等 还都有一个计算标准 还有一块就是整个保险金额的10%左右 有个人负担 这叫做三家共同负担 比如在深圳吧 地方经济比较好 所以它这个社会保险制度在全国呢 开了一条先河 有效的建立起来了 上海也不错 广州也建立起来了 养老保险制度的架子搭起来了 但是在具体运作上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养老保险的覆盖面过于狭窄 向盖保德调查 只有25%的人参加了养老保险 那就是75%的人都没有 按照中国政府自己公布的数据 在1996年就已经有95%的退休人员参加了 79%几的在职职工参加了 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中国社会保障基金协会的理事长 向淮成也就是中国以前的财政部长 曾经在前年有一个著名的讲话 他说中国现在总共只有1亿5000万人参加了养老保险 是占总人口12% 即使是参保面比较高的城市人口 也只有30% 至于农村里面就只有6%几的人参加了养老保险 第二个问题就是保险的额度过低 比如农村里面也只有477元人民币一年 城市的人他们保险额度也是比较低 第三个问题就是社会保险基金的缺口非常大 养老保险金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叫做空站 空站这个词你要翻译成英文 真的找不到对应的词 我问了好多人没办法翻 但是呢要解释就是很简单 就是有账号没有钱 就等于这些人退休了将来拿不到钱 因为政府的补贴进不去 企业有的也不愿意交 那么个人交得了一块微乎其微 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空站现象 而且空站占很大一部分比例到底有多少呢 中国政府不讲 我是搜索了多少年收到一些数据 在1997年的时候集签了140亿 2003年的时候是6000亿 但是到2004年的数据呢 结果根据向怀成的说法 那一年就增长了4000亿 就变成了1万亿 那这个数据就相当高 因为相当于中国一年GDP的 接近10% 那就是说政府呢 偿还的难度很大 2006年2月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发布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 预测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 中国的老年人口 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 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那么老龄化是个什么概念呢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 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人口 占全国人口的比率 在7%至14%之间的 被称为老龄化国家 国际上通常将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 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0% 或者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 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的国家 称为老龄化国家 由于中共在人口政策上的失误 导致了1953年至57年 和1962年至73年的 两次中国的人口生育高潮 20世纪70年代初 中共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曾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快速增长 然而与此同时 也使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进入21世纪 中国老年人口的比例迅速提高 下面是一则来自上海东方卫视的报道 说的是目前上海人口老龄化的情况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上海老年人口最新数据显示 目前上海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达到81.08岁 其中男性78.87岁 女性83.29岁 这一数据已经双双超过世界八大地区 男性73岁 女性80岁的平均预期寿命 统计显示 上海60岁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 达到286.83万 占总人口的20.8% 其中80岁及80岁以上 高龄老年人口就约占两成为50.24万人 从上海一地的情况 我们不难窥见到 中国大陆所面临的老龄化的形势相当严峻 那么如何妥善解决老年人的养老保障问题 无疑是对执政者应对老龄化挑战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首要问题 中华民族素有尊老养老的美德 因此家庭养老一直是最主要的养老模式 然而如今这一传统的模式正在受到冲击 下面这段录像所反映的问题 可以说在中国大陆相当具有代表性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青青是幼安门某小区刚刚诞生的宝宝 由于青青的父母都是独生子女 这个刚出满月的小家伙 成了六个大人争相疼爱的孩子 青青是个典型的421宝宝 爷爷奶奶 姥姥姥姥爷 还有爸爸妈妈都围着他一个人转 但是等他二十几岁了之后 他要把所有的关爱都还给老人的时候 他的压力就大了 青青的母亲殷小姐现在就开始为孩子担心了 二十年后421宝宝成家了 小家庭很可能要赡养12位老人 而目前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北京35%的市民要赡养4位老人 49%的家庭要赡养2到3名老人 家家有老人 人人会变老 随着中国大陆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 为百姓提供养老的社会保障 已经成为执政者必须面对的挑战 中国老龄化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哪里呢 就是老有熟养可能很难做到 为什么呢 其实中国人说养要烦恼 那是要寄希望于一个 就是子女多 第二个就是子女都有能力养老 而且我讲到有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 出现了啃老一族 还有青年人失业过高 这个现象现在很多还出现了 上一代还要继续抚养下一代成年子女的问题 而且农村里很多地方并不养父母 村委费要裁决很多这样的案件 所以农村的人等到上市劳动力了 他们的处境是很悲惨的 所以这一点呢 我觉得中国呢 现在从一个前现代化的农业社会 往一个现代化社会过渡呢 这个一定要完成这个养老制度的转变 从养而烦恼呢 变成依赖这个社会福利制度 这中间呢 政府的责任至关重要 进入21世纪呢 就是中国呢 开始逐步的进入这种老年化这个社会 就西方呢 人呢提出了一个就是银发工程 就是好像对于中国的这种老年社会这种市场呢 有很高的这种一种想投资的欲望吧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按照外国人的想象呢 因为他们都是高福利制度 老人的购买力并不太差 他认为有三亿人的市场 前景非常巨大 所以大概从五年前开始 就引发产业一说 很多人就纷纷到中国去调查 想到中国去办养老院 养老 妇理 还有针对老人的各种各样的消费 那么就是美国的盖宝德公司呢 就接受了一个调查报告 就写了一个营发产业 结果他们去调查了以后呢 给出的结论和大家的语气很大的不同 他中国的参加了养老保险的 只占总人口不到25% 公务员的只占25%中间的3%左右 那么他认为这个市场前景并不好 注意了从他这个报告一出来以后 西方这个营发产业的梦呢 就开始退社 那么现在基本上已经不再有人提议 就业是民生之本 根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预测 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中国每年需要就业的人数将达到2400万人 然而可安排就业的人数仅为1200万人左右 严重的失业问题将成为中国大陆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失业是个全球化的问题 许多国家都是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这一难题的 中共建政后曾于1951年颁布实施过劳动保险条例 其中规定了老年工商生育移属等项目的保险办法 然而当时由于执政者不承认社会主义存在失业问题 因此失业保险被排除在社会保险体系之外 而失业一词也随之在官方的话语系统中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贷业和下岗 1986年为配合国有企业改革和劳动制度改革 中共国务院颁布了国营企业职工代业保险暂行规定 规定对国营企业职工实行代业保险制度 1999年1月22日 中共国务院发布了失业保险条例 正式将代业保险改为失业保险 将代业救济金改为失业保险金 并扩大了保险对象的范围 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 所提供的资料显示 十五末城乡就业人员已达到7.6亿人 但实际参加基本失业保险的却仅为1.6亿人 这就意味着有86.1%的从业人员 并未被失业保险制度所覆盖 中国的失业保险存在非常多的问题 首先是有三大群体不在这个失业保险覆盖范围之内 第一大就是失业企业和外资企业 不在这个失业保险覆盖群体之内 第二大就是国云企业 国云企业现在制成要到2007年以后 才承认他们失业 目前都是下岗用这个称呼 第三大就是新失业群体 新失业群体就是15岁到29岁这一个年龄段的 就是初中高中毕业或者大学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的人 没有任何失业保险 这个失业群体其实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 但是他们的失业比率高于社会的普遍失业率 高达9% 根据对武汉广州等几个大城市的调查 最后已经得出结论 就是新失业群体的总数 已经绝对超过老失业群体 就是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 那么这三大群体不在覆盖之内 那么到现在为止 到底有多少人参加了失业保险呢 2005年的最新数据是1亿0600多万人参加了失业保险 领到了失业保险金的人 只占失业人数的10%多一点 这就是失业保险被成为强势者俱乐部的原因 因为能够享受失业保险的 只有国有企业被成为失业的那一部分人 我也看到一份资料 说失业保险不是全额发泛 比如这个讯要给300人发 但是他这个月是这100人领 下个月是另外100人领 再下个月能到另100人领 但是他在报表的时候 他都说这300人领到了 那么这就叫做是不足额 还有的就是托 有的就发百分之几十 但是能领到的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因为有的人根本就领不到 所以这个失业保险在中国是一个大问题 刚才您说就是说下岗的一些职工不在这个失业保险里边 那他们的就是生活出路在哪呢 对这个国营企业的下岗职工来没成为失业 他们领取的是下岗的今天 现在失业保险实际上只有失业者的10%左右才能享受到 所以你指望他能够真的给失业者提供多少保险 也是一个问题 他今年在公布的公布上 他就没有写去年的实际总失业人数达到多少 但是他要这样看 就是要看今年需要就业的人数有多少 比如发改委就说了 今年需要就业的人有2600万 最后只有1100万能够得到工作 还有1500万根本得不到工作 那么你实际上就是等于有2600万的失业 不过中国不喜欢把他叫做失业人口 因为他们觉得叫失业不够体面吧 旧户车一响 以头猪白痒 脱贫三五年 一并回从前 难以承受的重负 社保片 《透视中国》正在播出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7年 《中国社会蓝皮书》指出 在城乡居民看来 看病难 看病贵 就业失业问题 和收入差距贫富分化过大 是目前最突出的三大社会问题 排在第四到第十位的一次是 贪污腐败问题 养老保障问题 教育收费问题 住房价格过高 社会治安问题 社会风气问题 和环境污染问题 看病难 看病贵 被排在第一位 上述首次 在2001年至2005年的 社会蓝皮书中 下岗就业问题 一直是城市居民关注的 首要焦点 而在2006年的 社会蓝皮书中 城市居民关注的 首要问题是社会保障 住房 教育 医疗问题 一直是大陆社会 关注的焦点 对此有着切肤之痛的民众 甚至把它称为新的三座大山 毛泽东当年把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 形容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而今 百姓用新的三座大山 来形容教育 住房和医疗 带给他们的受剥削被压迫的感受 那么 相较之住房和教育 医疗带给百姓的重负 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下面这两段录像 是大陆记者在北京两所医院的采访 看了之后 您会对大陆百姓的看病难有所体验 这是凌晨6点 大陆记者在北京同仁医院挂号处 拍到的一组画面 我们已经三个礼拜没挂上了 您来这儿多长时间了 来这儿一个 是几天了 来介绍你介绍了吗 没介绍 两天有下午 那那十几天都在北京干什么呢 住着嘛 就等着挂号 等着挂号 太难 太难 从东北来 我们 她突然一样看眼睛 好几天都没看上 就这么费劲 这是凌晨6点 大陆记者在北京某三甲医院 拍下的画面 您好 我想麻烦问您一下 您是早上见过来才对的 早上 我们四点钟从家出来 我们是天津的 四点钟从家出来 五点半到这儿了 我吃喝杯累的 十二点就累了 到这会儿又能开上了 挺累的 还没有睡醒呢 在医院的挂号大厅里 七点钟开始挂号 六点钟就已经人满为患 许多人由于是异地看病 又挂不上号 不仅要承担相对较高的医疗费 抵抗旅途的疲惫 还评添了许多花销 光挂号费就三百 这还没排上个儿了 那好像来三天了 里边一到今天还没看上 花多少钱呢 花多少钱 花出店还不得花二百多 这次手术费吧 花了三千 到第一次手术 第二次手术中间 花了这个来回跑的这个车费啊 吃饭啊乱七八糟的 比那个手术费还贵呢 通过这两段录像 我们对大陆百姓的看病难 有了一定的感受和了解 那么看病贵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何清莲女士是怎么说的 中国老百姓呢 承担的医疗费用呢 在近十年内呢 上涨得非常快 一方面呢是医疗卫生 总体费用大大增加 从1984年的 一百四十多亿 一直涨到 二零零五年的 六千六百多亿 中国的经济 至今为止 已经持续增长了二十多年 但是呢 政府在这个卫生费用中间的负担比例 在逐年下降 个人投入 就逐年增加 现在呢 由老百姓负担的 医疗卫生费用 占到整个国家 医疗卫生总体费用的 百分之五十五点五 一方面呢 中国城市的 个人收入 保持在每年增加 平均百分之八点九 农村里呢 是百分之二点四 但是医疗卫生费用的支出 在城市里 使人均百分之十三点几 在农村里面呢 百分之十一点几 那么就远远高于 他们收入增长的幅度 与此同时 教育费用 住房增长得更快 所以大家都害怕生病 对这个生病的恐惧感呢 是相当大 有病不去看的 在城市里呢 有五六成 应该住院 不敢住院的人 也占了十五成 在农村里面 百分之七十几的人 有病不敢去看 一要把小病拖成大病 大病的拖成不治之症 近几年来 我几乎每年都看到 中国登载这样的消息 湖北姓存的夫妇 就是因为得了绝症 无前治病 他们最后呢 只好抛下自己的儿子 酸酸捆摘一起 跳奸自杀 那么这个案件登出来以后 全国各大报纸和网站都纷纷转载 还有人呢 家里人有病治不起 他就自己说要卖肾 然后就放出去医药费 给家里人治病 就等于家里原来是一个病人 现在因为要给这个病人治病 还弄出来另外一个不健康的人 这样的故事呢 中国的报纸上登拉不少 至于呢 一个小看之家 因为一个人生病 就弄到家里 最后是家徒四壁 一贫如洗 这种例子都有很多 下面这段录像 讲述的是一个更加悲惨的故事 然而 它却活生生的 发生在今天的中国大陆 为什么人还没死 就被送进了殡仪馆呢 而且还是医院的救护车送来的 原来 10月24号 因为患高血压脑出血 游国英住进了泰州医院路桥分院 因为没有钱支付医药费 10月27号上午 游国英的家人突然提出放弃治疗 主要是注意这里的钱 一天都要四五千块这样 我们负担不起嘛 在家属的要求之下 医院决定派车将病人送回他们 在泰州的临时租住的房间里 但是游家的房东坚决不同意 一把游国英接进屋子 因为死人进屋 在当地是很忌讳的事情 那么家属就得破了 破了座死掉了 因死掉了 那么家属他这个人要求家属 在家给他送服装的 为此救护车司机还让病人家属 签了一张要求送殡仪馆的字条 这样游国英被直接送到了殡仪馆 他衣服都穿好了 穿好了以后 他把氧气拿掉了以后 他人还得动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和围观的群众 当场捐了3700块钱给家属 游国英被重新送回了泰州医院 我们没办法呀 我们两个儿不如那些 那些叔叔阿姨们 他们都慷慨解狼的救我妈妈 我拿自己的儿女的 的儿女的 泰州医院陆桥院区的重症病房 记者看到了正在接受治疗的游国英 他仍然处于浅昏迷的状况 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病房门口游国英的女儿女婿 这两天就这样一直守候着 说起送母亲去殡仪馆的事 两人懊悔不已 女儿魏珍 更是几次哭倒在丈夫怀里 像这样的惨剧 如果不是被逼到了 完全没有办法的地步 是不会发生的 沉重的医疗负担 已经导致了人轮惨变 1985年 为了改变中国大陆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医疗卫生体制 中共决定启动医疗卫生改革 中共国务院先后于1992年下发了 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极点意见 1997年发布了 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2000年又出台了 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等等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 医疗改革越改问题越多 越改民怨越大 有人用七个不满意 来总结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政府不满意 医院医生不满意 病人不满意 城里人不满意 乡下人不满意 有钱人不满意 穷人也不满意 那么这么一个招致各方不满的医改 它的问题或者说是弊端 究竟在哪里呢 下面是一段CCTV介绍中国大陆 卫生体制结构及其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录像 我们不妨参考和了解一下 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包括四大体系 分别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医疗服务体系 医疗保障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主要包括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监督等机构 医疗服务体系则指各种公立和非公立的医疗机构 医疗保障体系是指各种医疗保险和救助方面的制度 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则包括药品生产和流通等各环节 1994年国务院在江苏镇江江西九江启动城镇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试点 由此揭开一改序幕 1998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 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覆盖全体城镇职工 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落实艰难 个人逐步成为医疗费用的主要提供者 200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中 个人支付占据了56% 政府投入仅占了17% 而在德国至少有80%左右的公共卫生支出有国家负担 在美国政府也承担45%左右的支出 从这段录像所介绍的情况看 中国大陆的医疗卫生体系相当庞大 而其中提到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仅仅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一个方面 在了解了大陆医疗卫生体制结构后 我们还需要对它具体实施的政策和制度有所了解 1985年改革以前 那么就主要是在城市里的就是职工工废医疗 那么你没有工作当然就没有工废医疗 在农村里面的就是合作医疗制度 记得文化革命不是讲赤脚医生吗 那个赤脚医生的虽然没受过什么专业训练 但是每一个生产大队都还有刺脚医生 有一点常用的药啊 比如红药水啊 紫药水啊 解在止痛上啊 还有阿斯匹林这些东西都还未来有 农民呢可以到那里去免费取用 到1985年改革以后 医疗体制就沿着两个方向 那么城市里呢 转入社会保障体制 那么有三类人群不能加入社会保障体制 一个是下赶实业工人 还有一个本来就没有工作的低收入人群 还有就是流动人口 就是比如从农村啊 从别的城市来 不能进入这个城市的社会保障体制 那农村里面呢 原来的合作医疗赤脚医生 至少是农民有一点病还可以去看 从80年代以来 农村的合作医疗政府几乎没有投入 合作医疗的覆盖面 从1980年的69% 下降到1983年的20% 到了1986年就下降到了只有5% 根据中国政府颁布的统计数据 从1991年到1999年 在渐进十年间 投入在农村合作医疗的费用 中央政府每年的投入是500万元 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也是500万元 中国农民就是渐进9亿嘛 等于一个人才一分多一点钱 后来慢慢的增加 现在是按照这个每个人 三四五元人民币的这种费量去投入 那是远远不够的 那中国对这医疗改革究竟改了些什么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峰 2005年7月28日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说 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由他担任负责人的课题组 所撰写的最新医改研究报告 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进行了总体性的评价和反思 报告指出 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 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 它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 这个医疗保险改革呢 确实是中国政府的一大卖笔 所谓失败呢 是指它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呢就是医疗保险 覆盖面过于狭窄 在城市里覆盖不到一半 在农村里面80%的人没有参与 等于呢在全国加起来 有8亿多人口 不能享受医疗保险的好处 如果遇到大病疾病 它就只好自己解决 很多家庭辛辛苦苦积累了 很多年的财富 就因一个人得了一个大病呢 就可能导致整个家庭因病变穷 第二个呢就是医疗公益性的确实 公共投入减少 它的减少呢还要和发达国家相比 才能看出来 有一个统计数据 就是发达国家呢 像欧美这些国家呀 公共投入大概占75%左右 有一些转型国家 比如东欧的一些国家 就低一点大概是70%左右吧 但是呢有些发展中国家 包括印度 在53%到57%之间 中国呢就远远低于他们 只占了17.2% 第三点呢就是个人负担的增加 2005年中国颁布了卫生统计提要 一般的是两年前的统计数据 那么2003年 中国的卫生费用投入 总共是将近7000亿元 其中政府的投入只占了17.2% 社会投入是27% 所谓社会投入就是一些机构单位 那么个人负担占到55.5% 确实是从这三点来看呢 医疗保险改革是失败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跟这个当初改革的时候 选择的模式有关 因为1985年当时讲要改革的时候呢 是基于两个现实 第一个就是国家的财政负担太大太重 第二个就是当时用公费医疗的有很多浪费 很多医院里甚至把洗头发的洗发膏 还有很多很多的卫生用品都算作开药 为了杜绝这个浪费 所以就开始改革 从政府来说当时急于想甩包覆 至于改革是往什么方向走呢 第一个就是政府犯权 第二个呢 医院自筹资金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就为以后的医疗市场化 埋下了饮饭 主要就是体现在医院的医疗费用急剧上涨 政府投入下降 就导致它的公益性服务 基本上慢慢的变得没有了 2000年的时候 国际卫生组织 对成员国的筹资水平和公平性呢 进行了一个排序 结果中国在同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中 筹资水平接近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5%的下限 但是在191个国家中 公平性排在倒数第四 公平性呢就是要让这位成员 每一个人都能够平等的享有医疗保险的权利 并有属一的权利 中国这一条没做到 城市里只有50%多一点的人 能够享受到医疗保险体制改革的好处 农村里只有20%的人 才能够享受到低水平的合作医疗的好处 中国的发改委前年在他自己的报告中间 也终于承认了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 公平性相当糟糕 从他这个报告出来以后 基本上对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是一边倒的批评生意 那你觉得这些不公平表现在哪些方面 第一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平 占中国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 享有三分之二的医疗资源 占70%的农村人口 只享有三分之一的医疗资源 第二个就是不同收入的人群之间 享受的医疗服务也存在很大的差别 因为中国没有一个基础医疗保险 那么大家到医院去看病 面对医院那种无底洞式的药费 还有医疗费用 大家只能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来看 现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使中国已经有一个报复阶级 这些人能够消费比较好的医疗服务 所以中国的医疗服务差等化 就是有的医院能够给有钱人提供很好的服务 给高干提供很好的服务 但是普通患者生了病以后 不能够得到必要的救治和政府资助 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分配 集资出了严重问题在医疗系统上的反应 那么还有一个不公平 就是中国公共投入的这一部分 医疗保障还有一个级别问题 比如在党政事业机关工作的 那么你按级别 比如局级又是一个待遇 还有就是49年以前的老干部又是一个待遇 还有知识分子到了负高支撑以上 可以比照某一级别的干部待遇 我觉得这个就不对 因为公共医疗应该是用来建立 人人都有权享有的最低医疗保障 而不是这种分级共格制 分级共格制我觉得它既然是共产党执政 它应该用党费去解决 它如果觉得应该给这些党员干部显出特决 而不是用纳税人的钱去解决 对 我们从出生成长衰老到死亡 在生命的各个阶段 都要与医疗卫生发生联系 比如医院医生医药等等 而医疗保险对每一个人的重要性就在于 当你生病需要医疗帮助的时候 你的医疗费用由谁来买单 国外的这个社会保险体制是按照这么一个原则叫做大数原则 就是大的大数学数啊这个建立起来的 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生命也好一个人的生活也好对别人来说可能是不重要的但是对于他本人来说是百分之百的重要如果一造成损失就是百分之百的损失那么呢为什么要加入这种种保险很简单就是为了编制一个社会安全网 发钱跟自己买个平安 你每年交的这些保险费实际上呢保险公司可能要赚一点 但是有一部分就转移支付到另一部分生病的人来的去了 加入医疗保险的人就是健康者养那些有病的人 但是那些有病的人呢原来他们没有病的时候也是养过别人的 就是说你积累的东西就是为了跟自己编制一个安全网 那其实对世界各国的医疗卫生市场来说都存在着一个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的调整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调整有两大趋势 一大趋势呢就是医疗保险的覆盖面越来越广 很多大的国家发达国家都是全民一保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这是一个趋势 我们中国现在没有做到 刚才谈到在农村的80%在城市里呢有将近一半的人都没有参加医疗保险 那么这个目标中国还差得很远 第二个呢就是把医疗市场朝向一个有管理的市场这个方向前进 那么中国这方面正好是医疗卫生市场的现在就特别的愤乱 这个医疗保险体制改革的缺陷比较容易总结 但是关于原因呢中国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是过度市场化造成的 认为是市场经济造成的缺陷 其实这一点呢我个人觉得不对 因为中国呢号称是市场经济 催生了这个社会保障制度 同时呢他还反对一切特权和垄断 因为共产党呢非得坚持自己那套是对的 把一切不好就推到市场化 推到资本主义 像这个医疗保险还搞成一个等级制 这本身就不是市场化有的啊 所以呢我觉得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 而是中国的这种特权政治折射在医疗保险体制改革上的缺陷 如果不改革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 维持这种讲特权权力至上的政治体制呢 那么这个医疗保险体制改革也必然会带有这些特征 中国的医疗保险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 那么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呢 他要承认自己某项改革是失败的 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 他承认失败的话 你就应该看他是很失败的才对 据说呢又新的这个医疗改革方案又要出台了 那很多人呢都是翘首以盼吧 那您对这个有什么样的期待 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种看法呢 考察这个政府啊 从来不能看他怎么样说 而是要看他怎么样做 如果你要看他怎么样说 那中国政府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 医疗体制存在的问题 已经不是小修小不能改的 要改得动大手术 动大手术 中国政府现在没这个能力 因为他牵涉到几大利益集团 一个是卫生部门的官员 一个呢是医疗系统 还有一个药业系统 这里面盘根错节各种各样的关系 那根本不是说政府一纸政令 说要你改就能改单 比如我说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深圳那个地方医生要开业 必须要云业执照 他自己呢可能没有 他要到医院去租 那么医院里呢一个云业执照 可以用很多副本 设很多分的诊所 那么院长就靠这个发财 个人收钱 院长这个发财的过程中间呢 他也不能自己独捞 他每年也要上贡给那个卫生系统的官员 要不然每年一度的考核就过不了关 也许第二年就担不成院长了 人事部门 卫生部门 他都得要去上贡 所以呢医疗行业的垄断性 已经成了这些人寻租的一个资本 我觉得呢医疗卫生的体制 其实只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它只是反映了整个社会系统的不合理 在这个医疗卫生世界上的一个折射 所以我觉得它要好的话呢 就是首先有赖于整个社会系统的良性化 没有一个好的政治系统和社会支撑系统呢 我觉得这个医疗系统也不可能单单的变好 那您刚才介绍了这种三大保险 那您对中国这种社会保检保障这个制度 您能不能有一个评价呢 社会福利制度呢 在西方国家称为社会的安全网 它就是保障一个人呢 遇到了困难就是老了有基本生活费 病了能够得到基本的医疗 那么失业了也能够有一些补贴 使这个家庭度过难关 这三大福利呢就是资本主制度运行到19世纪末叶 因为当时有所谓马克思主义吧 马克思主义不就是天天在批判资本主义吗 那么资本主义也正好是在非常尖锐的批判中 不断地改变自己 所以最后呢就走向了这种社会民族主义 那么就西欧的国家都变成了那高福利国家 实际上就是从原来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 和中期资本主义那种大家失业没有失业保险 并没有医疗保险 退了休没有养老保险 那种恐方感啊 然后针对那些恐方感慢慢地完善这些社会福利制度 以前呢在西方社会没建立这个社会福利制度之前 工人阶级跟资产阶级的摩擦和斗争是特别强的 那么这个社会福利制度呢 基本上是从二战以后由英国率先建立 英国当时还在二战期间丘吉尔时代 还没有把纳粹完全打败的时候就宣布建立 从摇南到文莫等社会福利制度 然后欧洲很多国家都学了 像瑞典啦还有法国啦 还有英国德国都是高福利国家 那些高福利国家呢 现在又成为这个国家的负担 现在要逐步地改 当然中国吧根本跟高福利差得远 中国现在是没福利 所以就是等于一个呢是吃饱了饭要减肥啊 这类事还根本没饭吃 是两个阶段的问题 但是中国要汲取人家的高福利制度的教训 怎么样呢让中国人能享受到一点点那个 就编织起这个社会安全网 让中国老百姓呢生活多少有点安全感 一个社会老百姓的生活幸不幸福 首先要有安全感 老有鼠眼病有鼠疫 这是两个最基本的 那么现在因为养老保险制度不健全 大家老有鼠眼已经不敢指望了 再加上病有鼠疫也没有 这种种压力之后呢 中国人产生一种严重的不安定感 那么大家对自己的明天没有信心 对这个社会的公平 这个社会制度的合理性 产生深刻的怀疑 乃至于反抗情绪 中国青年报的曾经登载这么一条消息 2005年8月8号 福建一个42岁的农民 因为犯了肺癌 无前一致 就自制了一枚土炸弹 趁着公共汽车 在车上他就引爆这个炸弹 自己死了之外 还导致另外一位乘客死亡 三十多个人受重伤 我认为中国政府 如果还要打改革旗号的话 他就一定要把这几项制度 中间的缺失尽快补正 不要口口声声建立和谐社会 但是最后连一张社会安全网 都不屑于鞭子 那一个国家的这个 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一方 是不是跟这个国家的经济水平 和人民生活水平有关呢 对 确实是体现了一个国家的 经济发展水平和这个人民的福利水平 但是还有一条 跟这个政府的性质有关系 我个人觉得呢 就是中国这个社会安全网编制的不好 还是跟这个政权的性质有直接关系 民主政府因为有一个选举的问题 能够更多的群听老百姓的声音 因为中国的专制政府 任何时候他的担政都跟民意无关 所以老百姓的需要老百姓的呼声 他都不屑于考虑 社会保险基金 贪污挪用惊人 百姓养老保命前 养肥污吏贪官 难以承受的重负 社保片 透视中国正在播出 我们讨论社会保障问题 就不能不谈一谈社保基金的问题 让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社会保障基金 社会保障基金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社会保险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补充保障基金 其中由企业和个人缴费 形成的社会保险基金 是社保基金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它主要包括 基本养老 失业 医疗 工伤和生育保险基金 老百姓平时领到的养老金 失业保险金 都是从这部分基金中支付的 因此 社会保障基金也被称作是 参保人员的血汗钱 保命钱 养老钱 就是这笔关系到数以亿计的 离退休职工晚年生计的养老钱 保命钱 却不断地被挪用 被贪污 2006年召开的全国劳动保障系统 纪检监察座谈会上 通报了查处的一批 社保基金违法违纪案件 有的涉案金额甚至高达几十亿元 触目惊心 而近来最为著名的案件 当属涉及原上海市市长 陈良宇的上海社保基金案 它是上海自改革开放以来 最大的腐败案 经济学家吴敬连指出 限收限复制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缺陷 使行政主管机关拥有 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缴 保管和发放全权处理的权利 这种既不向受益人报告 也不受他人约束的基金管理体制 正是不法分子 腐败分子 得以贪污挪用受益人 保命前的体制上的原因 社会保障体系 犹如一张社会安全网 它为百姓提供着最基本的保障 有人把社会保障制度 比喻为经济增长的润滑剂 社会稳定的减震器 在中共大肆宣称 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 在中共的专制体制 危机四伏的今天 如果它能牺牲一点 统治阶层的利益 为国人支补好社会安全网 也许多少可以起到 稳定社会延缓其统治的作用 好 观众朋友们 这次的透视中国节目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在下次透视中国的 民生系列节目中 请您继续关注 难以承受的重负 医药防疫篇 感谢您收看透视中国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